不少香港人都會趁著長假期外遊消費 除了用銀聯信用卡可以豁免海外簽帳手續費之外 其實現在不少信用卡都推出了很高的現金回贈優惠 這條片為大家精算出不同信用卡的海外簽帳優惠 告訴你,在不同情況之下 外遊時怎樣選擇最划算的信用卡 令你在國外消費暢通無阻之餘 還可以賺盡回贈 第一張要介紹的信用卡 就很適合一年最少會去幾次日韓台的你 如果單看最高現金回贈比率 來自台灣的富邦銀行白金卡 主打新台幣簽帳可以享1元等於20分的優惠 相當於8%的回贈 扣除了1.95%海外簽帳手續費 回贈也高達6.05% 絕對是必備台灣旅遊信用卡 另外,香港人熱門旅遊地點 日本和韓國也有優惠 兩地簽帳可以在高達1港元等於10分的優惠 相當於4%的回贈 扣了手續費,回贈率也高達2.05% 記得你要以當地的貨幣簽帳 之後我都會解釋 為何我會這麼強調是用當地貨幣 開這張卡的門檻非常低 年薪要求只需要6萬元 而且首三年是豁免年費的 在本地網上消費也會有4%的回贈 而且每次在香港或海外 實體店簽帳滿600元 就可以參加簽帳必有上的抽獎 贏取額外積分 你分別會抽到2千、3千或3萬分 但這張卡都有它的限制 台灣的高回贈上限是每月5,333元 每年就是16,000元 在當地一次性大壓消費 就未必可以賺到盡了 日行上限就高一些 每月有16,000元 每年的上限是48,000元 台日行以外的海外消費 扣除手續費的基本回贈率只有0.05% 本地實體消費也只有0.4%至0.8% 也要注意信用卡積分有效期只得一年 以過期的積分是會自動註銷的 想去遠一點 也可以選擇恆生Travel Plus Visa Signature Card 這張卡主打去日本、韓國、泰國、新加坡、澳洲 以當地貨幣簽帳 扣除手續費之後 仍然有5.05%的高現金回贈 這張卡的年薪要求也不高 只需要15萬 還要永久免年費 其他外幣簽帳都有3.05%的淨回贈 而流港、食飯、搭車簽帳也有5%的回贈 不過要享有高回贈 每個月就要簽滿6,000元港幣 而且每月的額外獎賞上限為500元 如果以5.05%的類別計 即是你最多簽7,576元就爆了 同樣來自恆生的MM PowerCard 主打海外簽帳有6%回贈 海外實體店和外幣交易都適用 扣除了手續費 仍然有4.05%的回贈率 網上簽帳也有高達5%的回贈 MM PowerCard年薪要求只需要15萬 但學生申請還要豁免年薪要求 而且永久免年費 不過它的每月額外獎賞上限就是港幣500元 即是你每月海外外幣簽帳最多簽8,929元就爆了 每月也要累積簽帳5,000元才可以享有額外獎賞的優惠 好啦,我相信不少觀眾都會趁著去旅行的時候 買名牌手袋、手錶等奢侈品 尤其是去歐洲旅行特別划算 不過,限定地按張卡都要2萬港幣 究竟有甚麼信用卡是適合大壓消費的時候 都會有好的回贈率呢? 匯豐Visa Signature Card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可以參加它的最紅自主獎賞計劃 自由分配額外5倍的獎賞前在五大簽帳類別 將所有回贈集中在同一個類別 就可以賺多2%的回贈 持卡人將額外2%獎賞前 分配去上世界的海外簽帳類別的話 連同本身的1.6%回贈 扣回手續費都只賺1.65%的海外簽帳回贈 更加重要的是每年上限 這張卡可以簽10萬元 亦都不設最低的簽帳下限 不過,剛剛所說的最紅自主獎賞計劃 登記了之後 整年都不可以再修改相關的決定 匯豐Visa Signature Card 申請的門檻也較高 需要達到年薪24萬以上 最後要介紹的大額外幣簽帳必備卡 是學生都可以申請的 安信EARN MORE 銀聯信用卡 它主打所有簽帳統一2%的回贈優惠 而銀聯卡本身海外簽帳就免了手續費 即是你不用考慮旅遊地點 以及最少要簽夠多少錢 用這張卡就可以一卡走天涯了 它的每年簽帳優惠上限達到15萬 都頗適合你一筆過買一些貴的手錶或手袋 但要提提大家 銀聯卡的外幣匯價基本上都比Visa和MasterCard高一些 五張信用卡都各有優勢和缺點 我們總結一下 經常去台灣、日航等等亞洲地區的朋友 可以考慮富邦白金卡和恆生Travel Plus 海外簽帳淨回贈最高可以達到6.05% 而富邦白金卡和安信EARN MORE 特別適合怕未簽夠簽帳下限 而享用不到優惠的你 不想計數的懶人必備卡 簽大額帳單又想享有高回贈率 就可以考慮匯豐Visa Signature Card 但是記得出發前要分配了額外的獎賞前 最後都要提提大家 很多人在旅行消費的時候 往往都會踩中了動態貨幣交易 DCC的陷阱 即是外遊使用Visa或者MasterCard的時候 商戶往往都會讓你選用當地的貨幣 還是港幣結算 用港幣結算的交易就是DCC 而DCC交易通常都會被收取最少4% 的手續費 所以大家一定要直接用外幣結算 而這一類的海外信用卡簽帳優惠 可能每個月都會有變化 每個計劃也會有自己特定的要求 記住問清楚銀行 或者看清楚條款才做決定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